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前段时间有点沮丧 但现在好多了 习惯给你写信 也习惯没有回复 走开走开 等恋爱啦 滚 那就是失恋了 没事儿 男人的必经之路啊 管好你自己 马语汤很烦 每天怀疑我失恋了 不看不看不看 有什么可看你写的东西 哎呦 别把头伸下来啊 刚说完 好好好你先你先你先 不习惯看 哎 不过他有个事情说的对 我也应该像你一样 找点有笨头的事情干 从小到大 我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 或者至少多出去走走 好过每天给你写信 却也没什么新鲜的事情可以说 我今天发现 孤独好像是这个世界的常态 一个人在小镇闲逛吃饭 左边桌一女的 看着好像比我大一点 也一个人 右边桌一男的 比他大一点 还是一个人 我们三个人安静地吃着晚饭 巴拉各自的牛肉饭或者青瓜 突然觉得 孤独终老的人生 也没那么差 想着回来还要给你写信 我坐在他们中间 还有点优越感 好 喂 林老师您再稍等一下 好的好的 您还在管理吧 我在这儿呢 稍等 好 拜拜 好久没见你了 我也没常去图书馆了 但是在那里的学习效率 好像提高了 并想到你认真的样子 觉得自己 也不能太拉垮 现在我常出去走走 身边的人都觉得很意外 但是对我来说 已经变成了一种放松的方式 幅州有好多地方 我猜你应该都没去过吧 我猜你应该都没去过吧 我今天去了长颈鹿庄园 本来只是看看 热心的大叔 非要给我胡萝卜喂他 葳葳 喂一下看看 上个就算剩的 有一只叫小七的长颈鹿 长得很漂亮 还有只小六 个子很小 来 小六 多吃点 我总是越过小七喂小六 怕他吃不上饭 又觉得自己的顾虑很多余 你这么喜欢小动物 我一直在想 你没在真的很可惜 对了 这里的鹦鹉都会说话 但我教了半天 也没学会说 林锡文 不知道 你今天心情怎么样 林锡文 我今天走了快三万步 City Walk 好像会有点上瘾 每次心情不好 都是一通暴走 今天早上 我突发奇想搜了下你的名字 居然在一个英语机构首页战报上看到你了 学校 年级 名字都没错 真的很为你开心 只是等你出国了以后更难遇到你了 南哥 对不起 南哥我饿了 身体不好 我今天在想 不好意思吧 你有没有可能已经看到我的心了 如果看到的话 可以回复我吧 服务员 警员有什么可以帮你 这个是小六吗 那边那只才是小六哦 哦 我有个朋友专门会喂它 怕它长大 没关系 小六现在已经是场景度最高的一只了 好 谢谢 没事 小六 多吃一点哦 嗯 嗯 多吃一点 嗯 今天 马雨腾把我在书里给你写的一段话发书洞了 还被精选在推文上 编为第八号情书 负责运营的团队里居然有一个是我们班同学 哎 太羞耻 太羞耻了 现在全班都知道了 罪魁祸首也已经笑了一天了 啊 不过 我还是会在原来的地方 等你 闭嘴吧你 等你哦 哈哈哈 好恶心啊 本来有点郁闷 后来想着如果你能因此看到的话 那也挺好的 突然发现自己变化好大 放在以前 我肯定没办法面对 听他们说 这个树洞全校女生都看 但是消息提醒设置 好麻烦啊 每三个小时就要重新调 希望不会错过运营的语音电话 今天的戏来自破冠破摔 完全不像我的我 唉 你也太不争气了 我还是会在原来的地方等你 你没有任何准备 你也往后跑 走 我やって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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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